看看新闻网 小男孩呢就很 我不怕 对 其实我 我爸我的女儿 当成是情人是这样 他常常会摸我的手 很贴心 做到女儿 无尊立马自动切换到 妇爱泛滥模式 而这位可爱的吴家小千金 不仅被爸爸宠爱着 也被大家热爱着 我会看到他的 他的名字在什么 什么微博 搜索 排行榜 是前三名那一种 对 那我就觉得说 然后昨天到机场 然后他们说 那个奶奶的爸爸 奶奶的爸爸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还蛮奇妙的 不过就算女儿 如此受欢迎 奶奶爸也没打算 让奶奶踏入演艺圈 但偶尔客串 还是可以的 我让他参与 就是好玩 对 那假如要拍戏 我觉得很难 因为我不想要 他有那种压力 对 那可能广告 是好玩的 可能我也会让他接 瞧瞧无尊这话里话外 都是对女儿 满满的爱呀 因为对于无尊来说 女儿不仅是生命连续 还改变了 他的生活信念 一开始我们进入 这个圈子的时候 那时候就没有打算 要去讲这件事情 到了我有了小孩 然后就开始 有一些想法不一样了 就会觉得说 其实也没差 跟大家分享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如今除了这个 可爱的女儿之外 无尊在七个月前 也添了一个小儿子 当了姐姐的奶奶 也是乖巧懂事 对弟弟相当照顾 这一家四口 必须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呀 有心理 这辈子必须要有个女儿 上海独家采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